县长林明珍出席县议会定期会宪政总质询 针对议员邮浩关心24小时新导管中心成效议题表示 县府卫生局透过医学中心支援计划 先后福岛草屯幼民医院及普里基督教医院 成立24小时新导管中心 至10月31日子已执行心血管相关手数达617人次 有效提升急重症照护品质及民众就医 大幅降低转诊风险 县长林明珍出席县议会定期会宪政总质询 针对议员邮浩关心24小时新导管中心成效议题表示 县府卫生局于105年起 透过福岛幼民医院变更医学中心支援计划 完成设置新导管设备提供医疗服务 并于108年2月20号启用 24小时新导管中心 卫生局也于107年再向卫福部争取医中计划 支援三位心脏专科医师 辅导普理基督教医院目标 会达成急性冠心症医疗重度及标准 顺利完成乌溪县以及浊水溪县新导管中心建置 让县民健康与生命更有保障 未来县府将持续推动医中计划 扩充本县医疗资源提升医疗院所服务品质 照顾县民健康 我们现在幼宾医院还有普吉 现在都增加有心导管的设备 这个心导管的设备 将来如果心脏病发生 我们就可以马上送到幼宾医院 或者是普吉医院 那么从幼宾医院设立到现在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救活了62位 这个心导管病犯从他们的死神中把他抢回来 另外一般的病犯转到心导管大概有200多位 所以我们兰头县的乡亲 如果你有发现心脏出了问题 就可以马上送到我们的幼宾医院 或是我们的普吉医院 相信如果像心脏病突发性的发生 你如果转送到比较远的医院 像台中期的话 可能急救会来不急 我们就马上能够先送到幼宾医院 治疗之后再看情况 如果再转练 有必要再转练 我们再转练 所以大家如果亲戚朋友发生了心导管的症状 就马上送到这两家医院来做治疗 目前幼民医院以及普利基督教医院 都维持24小时心导管式运作 幼民医院自2月份启用之后 截至108年10月31号为止 共执行心脏血管相关手术406人次 平均每月约服务51人次 普利基督教医院心导管中心 自7月份启用之后 截至10月31号为止 共执行心脏血管相关手术210亿人次 平均每月约服务52人次 有效提升及重症照护品质 以及民众就医可进行 大幅降低转整风险 记者蔡世奇 南投采访报导